那各位知道怎么录 你们都用meet 你们不知道教育部给的权限吗 新的权限 不知道 这个要讲一下 来 再顺便跟老师提一下 我在给你们的新制图里面 今天讲的是这一个内容 就是myviewboard的基础教学 你把这个打开之后在右上角 我给各位一个网址 那我就用写的 你的权限你的google的权限 等一下请你从这边进来 我们要去开通 下一步另外有给一个 go.edu的权限 这个权限 可以让你在meet里面再开录影 以前 现在之前给的那个已经不能录影 因为权限没有 所以他已经不给用 好 所以请你点进来 那我示范一下 go.k12 他这是一个pdf档对不对 那你进来之后 这右上角这里 这个蓝色大大的按钮 请你点进去 点进去之后呢 请你就用你的 对 线是应该是这一个 好 用线是账号登录然后花莲 花莲线然后用你的 交易处给那个账号登进去 然后他就会帮你做开通的动作 你会有一个新的账号 这个这个看到没有 对就是你在启动那个账号的时候 要贴这一串 我印象是有 因为我的已经开了 所以他没有 没有在出现 他就会给你一组新的Google账号 那这个新的Google账号 他的网域是go.edu.tw 这个有没有看到 他会给你一个新的账号 这个账号 你以后开meet 开meet教室就用这个账号去开 他就可以录影 这是教育部给的权限 他好像全 全国不知道买几万个账号 然后所以有的县市是 他是说 先开先移 那如果那几万个账号被用掉了 可能后面就没有 所以我 因为前面 前面 这学期在 开始的时候有开过两次的 这个言行 你们可能没有 没有加到 来 去开一下账号 那你就等于说你有两组的Google账号 这个Go的权限是可以录影的 这样你做混成就没有问题了 那你这一组新的账号你就自己要记起来 所以你们学校会不会就事先帮你全部开好在行事例里面 不会 不会都要老师自己开嘛 那就没问题 那有些学校他是 网管会全部都先开好然后老师直接进去 那那个就是他变成要全部重开 不然的话就是旧的账号开的都不能录 这个权限的账号也没有了 也不能录了 我们就会建议你用那个 那个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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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